张翰即将上映的四部电视剧,第三部《呼声最高》,很多人最想看第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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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手后闹翻个八队明星,董洁潘月明互相阶段,张翰郑爽拒绝在同台 在婚姻这件事,不管是明星还是普通夫妻,从来都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 还关系到了自己的孩子,彼此的父母以及两个家庭 情侣变仇人,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以至于很多人对爱情充满恐惧 而在娱乐圈中,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潘月明和董洁,曾经是观众眼中的金铜玉女,2012年10月20日,董洁一方发表了公开声明,表示已经和男方离婚了,并把离婚的责任推给了男方 董洁一方声称,潘月明喜欢杜伯,粗暴无礼 潘月明一方声称女方出轨在先,捏造事实 双方互相接短,两人在媒体大众眼中就变成了双双对彼此不忠 郭富城和熊盖林,2006年熊盖林成为备受瞩目的天王嫂 七年后恢复单身,天王的解释是,穿了不合脚的鞋子,这样的话让熊盖林非常难堪 后来熊盖林接受采访,他称赞现任男友郭克颂,终于让我有恋爱的感觉 而被问到前任郭富城时,他说不想再和郭富城扯上关系了 刘烈手谈与谢娜的分手原因时,他特别红了之后,就跟我批分手 谢娜的粉丝狠批刘烈借谢娜炒作 而谢娜在知道此事后回答,杰克红了也没甩,自己暗讽刘烈言论 如今各自成家的两人看来还是没能一笑敏恩仇啊 宋丹丹和英达 宋丹丹和英达离婚后二人并没有和平分手 双方还在公开场合互相叫骂,女方骂男的不配当爹 离婚后从未见过亲生儿子,英达则讽刺宋丹丹炒作 没想到二人离婚多年,却还是要吵个不停 张柏芝和谢霆锋 张柏芝和谢霆锋结婚时,曾经震动整个娱乐圈 男的帅气女的漂亮,是娱乐圈公认的金铜玉女 婚后两人迅速生子,成为娱乐圈的夫妻凯模 婚变传闻后,先是谢霆锋方面指责张柏芝 书罗张柏芝数条罪状,张柏芝方指责谢霆锋 只顾玩游戏不照顾孩子 曾经的恩爱甜蜜画面,不复存在 汪峰和葛惠杰,两人相差16岁 但当年依旧爱得轰轰烈烈,葛惠杰18岁时就成了母亲 后来离婚多年,葛惠杰经常站出来指责汪峰 而且得到很多网友响应,搞得汪峰和张子怡很难堪 张汉和郑爽 张汉与郑爽分手之后,郑爽因为报售而多次登上热搜榜 郑爽的很多粉丝就跑到张汉的微博下面去骂他 就算后来张汉和那扎公布恋行之后 那扎也跟着一块被骂了 而现在那扎和张汉也已经分手 不少网友都直呼等到了这一天 张汉和郑爽分手之后 两人也是拒绝同台 可能不见会更好 黄毅和黄毅清,离婚四年 黄毅清对自己的这位前妻纠缠了四年 前几天黄毅清深夜曝光黄毅的婚内四密照 同时他的这波操作也遭到了网友们的集体炮轰 纷纷劈他无下线,毁三观 因为在一般人看来 就算你和前妻黄毅有什么私怨 也不应该用自卑劣手段 毕竟黄毅是你的前妻 更是你女儿的妈妈 看了这么多 小编想说 不爱请别伤害 你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大家在下面评论区 给小编留言哦